球員拿著球拍在球場上對打 看起來像是網球的運動 但其實是一種新興球類運動 皮克球 皮克球結合了羽球、桌球、網球的元素 門檻低、一上手 兒童、長者都能玩 皮克球是非常適合 適合老少選擬 各種年齡層 從五歲到八十歲以上 只要你能夠辛苦 身心健康都可以來打 入門沒有什麼難度 不像羽球、桌球 甚至於網球難度更高 能夠打這網球是沒有難度 入門沒有難度 為了推廣皮克球運動 宜蘭縣皮克網球運動協會在去年籌備成立 今天下午也在社服務館舉辦了體驗活動 球員不需要激烈跑跳 就能夠訓練到核心力量 心肺耐力和肌耐力 運動傷害風險也較低 可以打 只要你的角力 或者你的反應 這兩項必須要忌備 有了這兩項你就可以打 如果說你腳不好跑不到 只好在前面擋球 看你的反應 那也可以打 小孩子更不用說他們會 跑著打 趴著也打 任何球他們都可以 我們老人呢 有一點是說他掉小球 可能我們跑的速度沒那麼快 批克球所使用的塑膠球彈性較小 飛行速度較慢 來回兼耗費體力少 假日與家人來場批克球賽 除了能盡情揮汗 也享受了親子時光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